杜拜王子5月来香港 设立5亿美元的家族办公室 或者存有不少变数和移民 不过已经掀起成终热化 今集《理财要贴地》 请来晋岳资产管理首席投资官 雍少华Fedrick 跟我们讲下设立家族办公室的门栏有多高 还有香港怎样完成新加坡 根据投资推广处和德勤合作的 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 香港有超过2700间的家族办公室 截至去年底 在本港拥有介乎1000-3000万美元 财富的家族办公室有535间 3000-5000万美元的有601间 5000-1亿美元的有682间 持有1亿美元以上的就有885间 Fedrick都指出 随住香港有越来越多高正值人士 几百万美元 1000万美元以上的客户 都可以考虑设立家族办公室 而市场上有多种不同的家族办公室 第一种是单一家族办公室 在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 有一个投资的门栏是2.4亿港元 只要平称两位合资价人员 不需要行政家会拿牌 这些是单一家族办公室 有一种叫multi family office 我叫多方的家族办公室 可能有一个家族办公室 同时管理不同的家族财富 这种一定需要去香港证监会拿牌照 因为设立一个家族办公室 一个团队都需要一定的成本 可能有些人因为考虑到成本效益的问题 他们可能用一个虚拟的家族办公室 虚拟的家族办公室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线上 电话、电邮、用Zoom的形式去沟通 相对上比较省成本的做法 设立家族办公室 最重要的目的是财富传承 由专业的团队 例如是会计师、律师 专业的投资管理者 负责财富管理、税务规划、法律咨询 以至移民服务、慈善捐助 甚至乎加封传承 Fatrick说在香港成立家族办公室 优点更加是完胜新加坡 因为香港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相比新加坡 我们设立家族办公室 没有一个需要本地投资最低的要求 例如新加坡有1000万新加坡市的投资要求 第二就是如果单一家族办公室 不需要政府或监管机构再做一个审批 不需要拿牌照 但新加坡都需要做这件事 例如香港很多税务的优惠 例如最近楼市上也设计了 可能都会鼓励一些富裕的家族 来香港安居、乐业 新加坡里面可能还需要 有60%的stamp duty 所以在香港里面 属于背靠祖国 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潜力 很多人为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 而受惠于这件事 都会来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那么大夫人 有万个人 主你所没有所希望的